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觉得这两个人 技艺平平 而且知质愚钝 不可以传承自己的衣缝 他是感到很遗憾的 结果 后来 在西梁山一带 他找到年轻人 很适合继承自己的技艺 这个 正是他同乡的一个年轻人 黄泉金 黄泉金自小造产就很厉害 偷鸡摸狗 偷猪偷偷偶 都做得别出心才的 譬如偷鸡那样 他个袋经常袋着一堆炒得很香的香豆 见到有鸡了 就先放一粒豆下去 跟着呢 隔着几步的距离 又放第二粒 第三粒 如此类推 那只鸡一见到香豆 一粒粒剁出来吃 自然而然就被他引走了 等到僻静 无人注意的地方 他就放了一大堆香豆在那裡 那只鸡见到有这么多豆 更是将全部的注力就集中在食豆上面 他抠着鸡不为意 一手捏着鸡头 跟着将鸡头一拧 将鸡的头 收在鸡翼下面一夹 夹在垃圾底 装入麻包袋 这样呢 就大摇大摆地走的了 偷狗的办法更加简单了 在无人的地方一见到一只狗 他就会跟在一只狗的后面 看到距离对了 忽然一蹦低伸 伸手一手拿着一只狗的后腿 坐 行你这样 将他的头距离一打 跟着 装入麻包袋 夹着就走 偷猪仔也都很拿手啊 他经常偷偷地走入猪圈 出其不意 一链就捏着条猪颈 然后 将自己特制的一个木橄榄 塞入了猪嘴里面 那只猪仔呢 一个嘴就塞着东西 没办法叫出声 他即时用件衫 将只猪一罩罩着 抱在手里面 就好像抱十蚊子一样 招摇过市 走出条村 根本没人知道 燕子妃发现了 这个十蚊子 偷猪 偷狗 偷得这么过瘾 对他好上色 觉得他好有天分 于是 就收了他做徒弟 将自己平生绝技全都传授给他 王泉今天也都不负所托 一直都苦练功夫 他在自己家的天井里 挖了个心坑 每日早上 脚上绑着圆块 手上握着圆球 将肚坑慢慢滑深 每日都由深坑一跳跳上来 又跳下去 随着他长大 坑越滑越深 然后呢 脚上的圆块也会越加越重 每日都坚持锻炼 等到坑 已经滑出有个多两个人这么高的时候 脚上的圆块也会增加得很重 他一样呢 都可以在深坑里面跳出来 漸漸 一脱了的圆块 他就可以重弱如飞 同时他又不断地加强断练卑力 所以一撑一躍 跳上围墙 爬上屋顶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高超的技艺 再加上他大胆奸狗 几年以来 横行五省的职案如山 始终都没人破到这个飞冊之案 几个月前 他回到乡下 才知道自己两个师兄 在南京作案 线后都摔在程科长的手里面 现在被人关押 在监狱之中 还未释放 黄泉金想为两位师兄报仇 又自此艺高 人胆大 一来到南京 专门围绕着四驱作案 希望呢 有一日 可以将这个情辞汗赶扯 这样自己就可以复受说恨了 没多久之前 黄泉金在南京夫子庙的禅宫餐厅 结晰了著名的歌女 黎丽丽 由于他辉金如土 很快就得到黎泉泉的欢心 成为了他唯一的客人 有一次 黄泉金偷了教育部部长 朱家业公馆的欺世真宝 杨贵妃的玉拳 这块玉拳吊黑得很精巧 玉色的精盈通透 为了博得黎泉泉的欢心 黄泉金就将那块玉拳送给他 黎泉泉一看到这块补玉就知道 绝非繁品很惊奇 一再问他来历 没办法 黄泉金就只能将全部的实情和他说出来 想不到黄泉金的身份 居然触动了黎泉泉的一件伤心事 身受救恨 即使涌上心头 说到这里 李丽兰对陈科长笑一笑 这件事 和美国特使马歇尔塞车的事件有关 当时你破了这件案 就好像里鱼跳龙门 身价百倍 那件案 将一张报纸都有灯 简直崩动全国 这件案 亦都是你得意的杰作 但你想不到 因为破了这件案 所以人家和你结诺之心仇大恨 关于马歇尔塞车的案件 报纸虽然有灯在 但内情和破案的经过 我不是那么清楚 不如你详细地和我介绍一下 我跟着就中黄泉金的情形 告诉你了 好不好 陈科长想了一会儿 就将征破马歇尔塞车案的全过程 对李丽兰仔细地说了出来 原来马歇尔塞车案是发生在去年的11月8日 当时 为了调停国共之间的问题 美国派出特使马歇尔来到中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曾经担任世界盟军参谋总长 因为他所统预的各国军事统帅 都是四星上将 所以 他由世界公认 加就立星 进升为五星上将 这位当时世界的唯一五星上将 是军事上的大红人 又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 所以 蔣介石对他当然不敢态慢 或者博登这个贵宾的欢心 他特地请马斯尔特使 在励志社看了梅兰峰京剧的表演 中央五院十部的首长 几乎全部都出席双倍 很多的高级将领和外交人员 甚至美军顾问团的随从 也得大部分参加 所以 当日励志社广场 评放了各式各样的车辆 都不知多热闹 当时长期是七点半开始的 到了九点左右的时候 美军的司机呢 见到长期都快结束了 他马上出来 就准备先中马斯尔的汽车 开到汽车门口 等候将军上车 谁知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 原来马斯尔的汽车不见了 于是他马上就报警了 美国特使的座驾 竟然在众目攜攜之下 被人偷了 今天得了的 蔣介石真是大发雷霆啊 这个好丢自己架 也好丢国家的架 他即时勒定 负责首都治安的军警 献兵 全部都要全力夹查 限三日之内破案 于是 首都卫士司令和献兵司令张震 警察厅厅长黄真 即时组织大批干员 分别来到现场的准行堪查 当晚 一共来到三个单位 十八组的探员 警厅派出的日有十组人 这么多精英 当然也都包括了程池航啦 只不过程池航得到的通知是比较迟 到达战场的时候 各个单位的干员都几乎离开了 整个停车场上面 排列着形形色色的各种高级的小汽车 中级普 小吉普 三轮车和摩托车 车场周围 献兵 军警 五步一缸 十步一哨 警卫森严 既然四周围的保安这么严密 为什么这部车就会不逆而飞呢 在现场嵌查了轮 可能没有发现什么痕迹 可以作为参考资料 所以其他单位的干员很快就离开 程池航再仔细地观察了现场 他发现 在室车旁边 还有个车位空的 那就是说 当时有架车停在这里 现在开走了的职 于是 程池航就即时吩咐自己手下第一组的组长 许正坚是见上这个地方 等这架车回来的时候 就问清楚 看他知不知道 见到什么 没多久 有一架最新式的小轿车 在场外开进来 停在室车旁边的空位那树 许组长一眼认到了 这个司机呢 正是自己的好朋友孙振泉 他是替国防部部长白崇喜开车 许组长立刻向前和他打个招呼 而且告诉他听 刚才停在旁边 马歇尔的座架被人偷了的事情 孙振泉听完许组长的介绍之后 迟着一会儿 就偷偷告诉他听 在八点半左右 一个身材灰雾 大约二十四五岁年纪 穿着航空皮衣 下面也穿着一身军装的美军翻译冠 拿着一支奇形的手电筒 来到那辆车前边 用手电筒的沼召的司机座位 就走了 无奈他就回回头 这次开车门上了车 发动引擎就把车开走了 因为这个人一身美军装促的打扮 和车的身份很相符 所以在场首位的宪兵 一点都没有遗到 原来他是偷偷来的 车开走没多久 孙振泉也因为有紧要事 估计白部长陪马士特斯 一定要等到擅长才走 所以他就自己把白部长的车开走了 程慈航手下应该探完一听 马上就觉得这条重要线索 他即时在场内进行查询 发现有一个美军招待员 反映了一个线索 的确有一个很英俊的翻译官 来他接待室 八点左右 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面 一边吃着面前的那些花生呀 金吉呀这样 还摊着报纸 他将那些金吉皮呀 那些花生壳全部都放在报纸上面 下来有人多 事情又忙 所以就没有再留意他去哪里 程慈航听你这个情况 他即时来到现场 坐在一个盗舍犯 曾经坐过的沙发椅对面 他既然就摸了很多花生和金吉皮 而且用报纸包住 那后来这包东西去了哪里呢 会不会被他带出去 丢了垃圾桶里面呢 于是他即时召集探员 在附近的垃圾箱仔细地找 但是毫无所获 嗯 没错 这种人不会守规矩 也都不需要关心什么公共卫生 可能探方便 就塞在沙发椅下面呢 于是程慈航马上站起来 走到对面 将舍犯曾经坐过沙发椅 一反转过来 果然发现里面是摄了包东西 这包报纸里面包住的 正是行舍犯 吃过那个金吉的金吉皮 和那些花生行 程慈航马上打了报纸一看 这张是当日的新闻晚报 在报纸上面 还印了一个 好像杯口那么大的红色的圆圈 圆圈里面 有一个红色的特纸 是用那些红印来盖上去的 啊 有了 有了 这个红色的特纸 一定是一个饭店 特别餐厅的印记 因为上等的饭店 都好像有特别的餐厅 每到挨拨的时分 特别餐厅的每张桌 都放着一份当日的晚报 使客人在晚饭之前 能够看到当日的新闻 那这份报纸呢 是饭店配送给客人的 但是为了预逢有些不自觉的客人 吃完饭 然后顺手就把报纸拿走 那下一批客人就没得看了 所以饭店的主人 就想了一个 比较妥善的办法 就在每份报纸上面 都盖了一个 红色的特纸圆圈 说明这份报纸是餐厅专用的 提醒客人 使他不是那么好意思拿走 但是那个盗舍犯 当然不理这一切了 顺手牵羊的带走 这条是很珍贵的线索啊 程慈航拿着报纸 一回到办公室 就即时交代杨玉琴 在全市的饭店 旅店那里找出其中 是在特别餐厅的饭店 过了一阵 杨玉琴就把全部的名单抄好上来了 全市八十三间饭店里面 其中是在特别餐厅的 有三十二间 程慈航就立刻分配人手 叫各个组去各区那里 负责叫查各间饭店 查明这些餐厅 所用的红色特字圆圈印 看看哪一张圆圈印 和这张报纸是相符合的 结果 在当日的凌晨三点五十分 杨玉琴已经查到结果了 而他 夫子庙地段中华饭店 那个特字的圆圈印 和盗舍犯 放下那份新闻晚报 盖着红圈印 是一模一样的 于是 程慈航就即时召集了精冠的人员 赶到自驱夫子庙 中华饭店 先到帐房检查特等房间 旅客登记的名单 他们发现 在特等房第七号房那里 有个旅客 他登记的身份 和盗舍犯的身份相符 这个人叫刘振亮 是四川的内光人 二十四岁 他登记的资料 是美军顾问团的翻译官 由上海来北京公干的 程慈航就马上暗中调查了 这一层的店员 听说 这个旅客在那里已经住了三日 他预交了三日的住宿费 按时间到今天中午期满的 但是昨晚他没有回来过夜 这个旅客身材灰雲 好英俊 好精神 出入都是一身美式的装扮 腰间还配了一支手枪 这个店员描述这个旅客的样貌 又跟孙震传他们所反映的 道士疑犯的形貌一模一样 程慈航继续追问 这个客人在这里的时候 有没有外边的客人来找过他 店员给他一提醒 即时去到直班室 拿出一张字条递给他说 这三日之中 除了留字的客人来找了他两次之外 就没有见其他人跟他来往了 昨晚七点半左右 这个人来找他 见到他不在那里 就留下一张字条 交代我等到他翻译回来 就立刻交给他 但是昨晚他整晚都没有回 就交不到给他 程慈航即时探开一张字条一看 只见上边写着 震亮兄所谈之事 与弊东已经谈妥 估不到发生变卦 见智幸物离开公馆 以免是底 欺鲜到地处围绕 千万千万 大安九浮 我看完字条 就问他查访 这个来找客人的人是干什么的 他前日第一次来 找个留番易官的时候 刚刚好他又不在 他就只好坐在直班室等他 等了很久都不见他回 就交代说 留番易官回来的时候 请你告诉他 说陆军总司令部姓林的来找他 叫他今晚来我家来找我 程慈航一听 觉得这个消息很重要 于是叫店员打开第七号的房间 一看 那个客人原来早就把所有东西都拿走 看来他是不会回来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 程慈航还是特别交代饭店 所有人要严守秘密 然后一留下人在现场监视 跟着他就带领其余的人马 来到那个陆军的总司令部了 这个陆军总司令部 是设在三十四标 是清朝末年新军三十四标 统领所在地 所以这个地名就命名为三十四标 时任的陆军总司令是汤恩伯 在这个司令部下面设了十三个柱 程慈航到了司令部 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就加上一张名片 说要找值日的长官 这日是星期六 负责值日的第一处处长陈首 这个是个中年的高级军官 已经得了中将军衔 掌握着总部的整个人事大权 他的样子虽然威严 但是为人其实是很热情的 他接过程慈航的名片 看一看就很兴奋的 哦 原来那位慈航探长就是你 因为报纸上面是经常都有报道 程慈航破案的成绩 所以这个陈处长对于程慈航 和时间赛跑 不过今次在这场比赛里面 看来程慈航掌 你是折触先登 你这条线索很巧妙 我相信你会成功的 程慈航趁机就说 这次破案 如果要能够成功 一定要处长 你大力支持啊 那各位 这个偷野的翻译官 他究竟是不是陆军总司令部的人呢 程慈航最绅索的追到来这一树 那究竟他又可不可以破案呢 下集再讲